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十点零六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书伟 好 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要来跟大家聊聊健康的话题 我们今天现场的最正点来宾是领口肠根医院肿瘤神经外科的徐鹏伟主任 主任早安 主持人 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好的 我们今天主任在我们现场要来跟大家聊聊 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有一些不定时炸弹 很多人听到中风会觉得很可怕 对不对 脑中风跟中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刚好前一阵子这个资深音乐人袁文文老师 跌倒导致脑溢血 那当然他的讯息不够完整啦 所以很多人就会担心说现在季节交替啊 那这个如果天气越来越冷的话 它跟这个脑中风之间是有必要的关联性吗 主任 是的 没错 一般来讲在天气的变化的季节 常常就是我们脑中风发生比较高 几率比较高的时候 是 那为什么会在季节交替的时候 它几率会比较高呢 一般来讲就是说气温的变化 它会造成我们血管的收缩和放松的 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在季节交替的时候 常常日夜温差大 那温差大的时候 有些人他的血管的弹性比较不好 调节能力比较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 就特别容易引发脑中风的一个现象 好 所以脑中风它又分作 溢血跟脑梗是不是 对 没错 主持人都很清楚这方面的事情 其实简单的来讲 脑中风所谓的脑中风 它其实就是我们脑部里面血管的一些问题 它造成了脑组织的伤害 那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 它有分成两大类 一种就是破裂出血 血管破裂出血 另外一种就是像血管阻塞 打个比较容易了解的比方 其实脑血管就像供应我们家庭用水的血管 那个水管一样 今天如果水管有一些地方破掉了 水流出来了 它可能就造成我们生活上面的问题 那另外一种就是水管阻塞了 水龙头打开来没有水 也会造成我们身上 我们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对 所以脑中风 这个比喻大家就蛮清楚的 脑中风就分这两种 要维持血管的健康 是很重要的 那怎么样维持血管的健康 就是通畅不要让它容易碎 或者不要让它阻塞 对 一般来讲就是说 会造成脑中风 它有一些特定的因素 那这些因素 它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个就是说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因素 一个就是人体本身的因素 以日常生活中的因素来讲 比如说 生活作息不正常啦 那我们的身体的一个调节能力就不好 那第二个就是 可能平常缺乏运动 我们血管本身的性质不好 它对一些血压的变化 就会比较敏感一点 那这个是指 我们身体以外的一些因素 那另外还有像体重的控制 身体过重的话 对于我们的心血管 会造成过大的负担 也容易会引起中风的发生 那再讲到就是说 我们自己身体内在的因素呢 那当然就是说 你有高血压的病史 这一类的病人 在气候变化 季节交替的时候 他就会比较容易 会产生中风的情况 那另外呢 胆固醇过高 那胆固醇高 它其实它会堆积在 我们的血管壁上面 那它就会让我们血管的弹性变差 另外 胆固醇比较高的话 我们的血液就比较稠 所以它的流通性就会比较不好 这就同时也会容易引发 出血性或是阻塞性的中风 都有可能 另外还有一些危险的因素 比如说像抽烟 那我们都知道尼古丁 它会沉积在我们血管壁 也是会造成血管的一些伤害 那或是像糖尿病的病人 它血管本身也会比较容易出问题 对这些都是有可能会造成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身体的其他的疾病 比如说肝脏功能异常 或是肾脏功能异常 在洗肾的病患 本身的宁血功能相对会比较不好 是 对这些也都是容易造成 中风的发作的一些危险因素 所以危险因子来说 或是它是高危险群 应该就是三高的族群 算是高危险群 对 或是代谢功能异常的朋友 可能也是高危险群 没错其实这些全台湾可能有一半以上 没错是 这很高欸 因为我发现有些朋友他看起来不胖喔 就是他看起来瘦瘦的 可他可能就没有去做健康检查 所以他不知道他的 他的可能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已经很高 三酸甘油脂高就表示他是血液会比较浓稠吗 是啊没错 那一般来讲我们会在乎的就是三酸甘油脂和胆固醇这两样 那这两样过高的话其实都会造成我们的血液比较浓稠 那胆固醇有好胆固醇跟坏固醇 那我们要看的是坏固醇还是总胆固醇 其实都要看一般在初步检查可能只检查总胆固醇 但实际上对于心血管系统的保护能力和伤害能力来讲 我们就要去细分看所谓的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 这两个都很重要都要看 有一些人体质好就是好胆固醇好像会蛮高的 是没错 那他总胆固醇量可能会高 其实你就要去细看 那等于就是我们要做定期的健康检查这件事情 感觉就蛮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外表可能不一定看 所以有的人就是我知道我有三高 是高危险族群 可是更多的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散高的 是啊 一般来讲中风的族群 年纪超过55岁以上 他会很高一个比率的一个增加 所以至少你在55岁以上 都要定期的去做健康检查 那这样是不是说55岁以下就不需要呢 其实也不是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饮食越来越西化 对 所以平常一些油炸类的摄取量比较多 所以其实我们这种所谓中风的发作 他的年纪有往下降的一些趋势 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如果有家族史 胆固醇会高的话 那你更要提早开始去做这方面的规则性的追踪和检查 所以像主任你自己临床看到年纪最轻中风的岁数大概是几岁啊 我们有遇过二十几岁就中风了 二十几岁啊 那个就是因为第一个平常没有运动 然后可能又想着自己年轻 所以在饮食上面又没有节制 再加上他有家族史 哎呦 对他刚好是在人生最精华的一个阶段 就中风了 那他体型会比较胖吗 会 他就外表看起来就是体重比较重 BMI比较高的这些 那刚才这个徐鹏伟主任有告诉我们说 脑中风分作脑郁血跟脑梗 那就是一方面我们要预防吗 再一方面是当脑梗或脑溢血发生的时候 有没有哪一些症状或是什么样原因会造 会让我们要警觉说赶快去医院 讲到这个就很重要 因为不管是脑溢血或脑梗 它其实都是一些血管性的问题 所以它发生的情况都很突然 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很突然 就没有一些比较早能够发生的症状呢 其实有一些小细节还是可以让我们去注意 比如说你有持续性的头痛 持续性的头痛 对要强调是持续性的头痛 那那种头痛是什么感觉 因为头痛有分很多种 对大部分的头痛呢 你可能多休息一下 它可能就比较好 或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的头痛持续性 而且到睡觉都比就不会好的话 这个就要小心 因为这可能是因为它脑压上升 对所以这可能里面就有一些血块的效应 造成脑压上升 另外就是一个持续性的呕吐 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肠胃炎会呕吐啦 但是它这种通常都是一阵一阵 如果你的呕吐是频率比较高的 而且这种呕吐是所谓的喷射性的呕吐 那种感觉就是压力很大 一副就从你的肠胃一直冲出来这种感觉 像是小baby常会吐奶的那种喷出来的那种 可能会比那个更严重 真的啊 是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 好好好 对 为什么头痛跟那个就是呕吐这种喷射性会有关联系 最主要是因为它脑压上升 脑压上升它会造成我们一些神经的反射 就会造成这种所谓的喷射性的呕吐 OK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有发生 比如说意识状态 越来越不清楚 比如说反应越来越慢啦 讲话可能不流畅啦 甚至就说有一边手脚 感觉比较没有力气 甚至有一些麻木的感觉 那甚至有些人会出现 脸部稍微有点歪斜 就是像嘴角也会不由自主的流口水 抽动 对抽动 这些都是一些小的症状要我们去注意 可是像听主任听起来感觉 除了头痛之外其他感觉都蛮明显的 你这种喷射性的呕吐或脸部抽动 这个应该你自己如果很大意的话 旁边应该也会提醒你 对没错 所以你如果是你在生活的时候发现你周遭的亲朋好友 有发现这种现象的话 如果他自己没有发现这种状况一定要提醒他 所以他应该要去脑神经外科检查对不对 一般来讲在脑神经内科或外科都可以 那他要检查哪一些的项目 一般如果我们会怀疑他有中风的情况呢 我们会抽血 就是验刚才所谓的三高的这个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就会排电脑断层 电脑断层 头部的电脑断层 脑部的电脑断层 OK好 那我们在APP上面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们这个 有一些分享了 我们等一下如果有问题我再来请教一下 这个领口肠根医院肿瘤神经外科的许鹏为主任 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哦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10点22分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是领口肠根医院脑神经外科主任 徐鹏为主任来跟我们聊聊 在天气变化的时候 其实大家真的真的要多注意哦 这个健康绝对是人生幸福的最基本哦 如果你有三高的朋友 其实我后来发现很多人有三高 不自知 而且呢 女性像我自己过了40岁之后 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因为女生是不是少了荷尔蒙的保护之后 就会有一些类似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是啊没错 所以保荷尔蒙的保护 对于在更临期之前的女生 就不要觉得说我身体很好 其实少了荷尔蒙保护 可能就真的要注意一下了 日常生活要更注意 饮食上面也更要注意 也更要注意 好那刚刚提到说脑中风的这种形态 就是脑梗是一种 脑郁血是一种 那刚才这个徐鹏为主任告诉我们说 如果说你有持续性的头痛 脑压高 喷射性的呕吐 反应慢 或是半边觉得贪软 这个大概都是一些前兆 但是有一些朋友是小中风 主任什么叫做小中风啊 一般来讲所谓的小中风 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所谓的过性 过就是过去的过 暂时性的中风 它的定义是说 我们有一些很小很小的地方塞到 那它造成了临床上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肢体无力啦 讲话不清楚啦 手脚麻木啦 这种情况 但它可以在24小时之内恢复 它可以不用处理它就会恢复吗 对没有错 因为它是塞到很小的地方 那其他旁边的循环会过来支援它 所以这个叫做过性的中风 所以它有可能是从来没有发现过 对 有可能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 为什么反应好像比较迟钝一下 又好了 它想说会不会是我最近太累啦 只要多休息就好了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兆 因为当你多次的小中风 它后来一定会发生这种大中风 如果你不去注意它的话 所以这样这种小中风 比较类似像脑梗的中风 对没错 就是被塞住了 对 小塞 但大塞的话就恐怖了 没错 但是脑梗跟脑溢血表现的方式 都不一样对不对 有某一部分会蛮类似的 完全是看它说它发生在的区域 比如说在运动区的 不管是脑梗或是脑溢血 它就造成运动神经伤害 它表现出来可能就是手脚没力 一片就瘫痪 那如果它都是发生在语言区 那它在临床上表现 就是说话不好 所以完全是要看它就说 它发生的位置 是 好 那还有一种是外伤 对不对 一般来讲 外伤的出血 我们会说是外伤的出血 比就不会说是 脑中风的那一种 OK好 那像 因为从袁文文老师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因为收到资讯不多 那对于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说 他们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完整数据才会讲 但是如果说从媒体的报道上面来看 就是有提到说小胖老师他撞到跌倒 变成脑溢血 那这种是一种 一般来说 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最常见 日常生活中最常见 大部分都是说发生中风之后 跌倒去撞伤 那当然也会有发生比较少的情况 是说你头部外伤 那可能头部外伤当下造成一个血压的高 而引发了另外一次的脑中风 这种也有可能 但是就说我们要去了解 当这个病人他在发生当下的情况 他的变化是怎么样 才有比较有办法去判定 到底是先发生了中风在头部外伤呢 还是先发生头部外伤在中风 OK好 所以如果以发生的频率来看的话 脑中风的类型脑梗的频率比较高 还是脑溢血 这个是脑梗的频率比较高 他大概占了七成 脑溢血其实大概只占三成左右 但是呢 在临床上脑溢血造成的死亡的几率 会远高于脑梗 对 所以虽然他发生的几率比较低 但是造成的后果通常反而比较严重 明白 好 所以我们今天透过了这个 徐峰威主任来 很清楚的给我们做卫教 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 如果你都很少去做健康检查 恐怕还是要去做一下健康检查看一下 因为有些真的就是隐形刷手 对不对 不定时炸弹 没错 因为他可能平常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如果说你要看那个血液的浓度 或者是说你的血管目前的状况的话 用电脑断层是可以判断吗 还是说他要做到MRI 一般来讲如果是要看血液的浓度 通常我们就是抽三高 对那如果要看血管 就是说他有没有造成狭窄 那其实有时候断层可以 我们现在的断层他很进步 他里面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在做断层的同时 他可以去看血管的形状 看他有没有阻塞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让我们了解他血管的健康程度 但是血管全身密布 我们是就是其实脑有脑的问题 心脏有心脏的问题 所以这真的是很可怕 如果说你的血管它的狭窄 它会是单一区域的狭窄 还是可能你全身的血管可能都会面临狭窄的状况 原则上就像主持人讲的 大部分都是全身型的 那只是说你发生在两个地方 我们会特别紧张吗 第一个就是脑部 第二个就是心脏 对所以那你其他的地方狭窄 可能造成的后果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不管怎么样 如果可以定期的检查 这种是最好的 当然还是最好 你就会有警惕嘛 因为真的 真的你没有警惕的话 就很难去预防 那刚才讲到的危险因子 例如说抽烟 喝酒这一些三高 或是你有家族史的话 就一定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那主任您在看诊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比较印象深刻的案例吗 就是我们听起来觉得 哇还蛮值得警惕的 讲到这个 我在去年 帮一位农民伯伯 开了腰椎的手术 那八十几岁的农民 他身体很好 那看起来就精神绝缩 然后讲话中气十足 到了冬天 都还是穿着短袖来门诊 他很自豪的跟我说 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洗冷水澡 只有在他因为腰椎退化的关系 住院帮他开刀的时候 突然发现他有高血压的情况 所以在住院期间 我们就开血压要给他吃 但是他配合度不是那么好 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 是很好的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出院以后呢 他就没有乖乖的吃药 为什么会知道他没有乖乖的吃药 最主要是他在手术完回诊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你们开那血压药我没吃 人也没有怎么样啊 对很难配合 那当下只好花了一些时间 去跟他做卫教 但是在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发现他讲话就越来越慢 然后开始嘴角就开始流口水 就在你面前啊 就在面前 然后身体慢慢的就这样软下去 还好我们反应很快 请护理的护理同仁 然后赶快把他送到急诊区 就一做检查 果然是一个中风发作 还好只是说范围不大 那后来经过药物的治疗 他也百分之百的恢复了 那从这次 是啊是没错 他刚好在大家都有发现的情况下 经过这次以后 他就乖乖吃药了 那这个一定要乖乖吃药了 所以这个就牵扯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他在脑梗或是脑溢血 当下的一些特 就是刚刚主任提到的特别状况 旁边的人要怎么样去因应处理 这也很重要 这也很重要 那大概就是第一个就说 我们看到如果怀疑他是中风 要避免他跌倒 产生二次伤害 就像小胖老师 他可能一个中风发作 如果如果当下旁边有人帮忙他 让他坐在椅子上 甚至或躺下来 他可能就不会跌倒 不会去撞到头 不会造成儿子伤害 那第二个我们刚才有提到 中风有可能会引起呕吐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小心 不要被呕吐呕呕呕呕到 因为呕呕有时候他可能一口气就喘不上来 那怎么样避免他不要被呕呕 通常我们会让他侧躺 就是把他清线让他放下来 不管是在床上或是在地板上 让他侧躺 那他这样就算有呕吐的话 他不会回息呕呕 OK 那最重要当然就是赶快要打电话 然后联络救护车送医院 OK 所以到底是自己送比較好 還是等救護車來 因為我也有朋友就覺得 等救護車來 會不會把黃金時間都浪費掉 是不是要即刻的 要送他坐計程車去 原則上要看病人的狀況 如果病人他的發作狀況不是很厲害 人還算清楚 只是比較模糊 或是只是稍微的沒有力氣 而且你住家離醫院算近的話 外面的交通狀況也不算差 那當然可以自己送 但是如果是說狀況比較嚴重一點的話 畢竟我們救護車上 還是有一些水車人員 對他可以緊急設備 可以做緊急的處置 OK好 所以我們今天來跟大家 聊聊身體的一些不定時炸彈 例如說像腦中風 不論是腦梗或是腦溢血 這個預防預防絕對是最最重要的 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有沒有三高 有沒有這個代謝的問題 那還有一個不定時炸彈 我覺得也蠻想請教徐鵬為主任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回來我們來聊聊這個 這個應該叫做動脈瘤 腦血管動脈瘤 這個很多人平常是不會注意到 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胃教訊息 馬上回來喔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 POP最正點 10點38分 歡迎回到第二小時的POP最正點 我們今天現場邀請到的最正點來賓 是林口長根醫院 腦神經外科主任 徐鵬為主任 來跟我們聊聊這個腦部的不定時炸彈 好那剛才主任告訴我們說腦中風的兩種形態 一個是出血型的嘛 好就是屬於腦腰血 一個是缺血型的 就是腦梗 好那還有一種喔 腦洞脈瘤 腦洞脈瘤是什麼呢 一般來講腦洞脈瘤 一開始民眾聽到會以為是 喔長了一個腫瘤 其實它不是 我們可以把我們腦部裡面的血管 想像成它供應養分或是血液的 一條一條的水管一樣 那有些人是因為長期的高血壓 有些人是因為本身血管性的疾病 它這個血管壁變得比較脆弱 鼓起來一個泡泡 這個東西就叫做腦動脈瘤 那因為它很薄 我們可以想像成它跟血管的這種關係 很像是一條水管上面冒起來一顆氣球 它就是這麼的薄 所以有時候當你血壓高的時候 它很容易就把這個腦瘤動脈瘤給衝破了 那其實它就是也是造成另一種形式的腦溢血 喔那它是天生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後天的增生 大部分都是後天 那它其實嚴格講起來 比較不能算是一個增生啦 它是我們血管壁上面的一個脆弱點 所以像吹氣球一樣鼓起來的一個泡泡 那怎麼樣會撐成這個泡泡呢 大部分就是說像我們之前說的一些膽固醇過高啦 它的血管壁沒有彈性 都還是息息相關的 對或是高血壓 長時間血壓高造成這個血管壁的衝擊 它就變脆弱了 或是有一些本身有一些疾病 比如說像最常見的就是一些自體免疫疾病 那這種自體免疫疾病有時候會造成血管壁都脆弱 那在高血壓的情況下 它也有可能會形成這樣的一個血管瘤 OK 好 那要怎麼樣去知道自己的血管瘤是不是健康的 血管是不是健康的 這個有沒有腦動脈血管瘤 這個要做什麼樣的檢查 一般來講我們會建議可以做斷層再加上血管的檢查 那這樣就可以看出有沒有哪一部分的血管是異常的 OK 斷層加血管的檢查 OK 那因為這個也是要自費啦 對不對 如果是健康檢查的話都是要自費 所以很多的聽眾朋友就會覺得說 哎呀這個自費就是一方面可能是懶 一方面又不敢面對 其實會常常會遇到這種情況 你知道我爸爸就是不敢面對的情況 他說我告訴你不檢查沒事 一檢查就有事 所以我爸就是從不去做健康檢查 除非我們就是要硬拖著 所以我爸幾年前突然那個 他的腦這個腦煙 急性腦煙 對 然後就逼不得就全身做健康檢查 對 所以就是腦是很精密的一個運作對不對 對 其實任何一個細微的不管阻塞 或者是一點點的秀斗 就會讓整個人出現一個很異常的狀況 要好好的保護 對 沒錯 其實在這邊可以給聽眾朋友一個觀念 因為畢竟以前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檢查了發現問題了 反而是給心理跟他的負擔 因為畢竟在以前處理腦部的問題 相對是比較大的手術 風險也高 所以大家寧可 就是不要去面對他 但是我們現在的醫療進步很多 對 是有很多處理的方式 可以很順利的很安全的把它處理完 所以不要擔心 不要擔心 對 台灣的醫療技術是非常的先進進步的 那如果以腦動脈瘤的話 一般來說你們都會怎麼樣去處理呢 一般如果是健康檢查發現的話 我們會看它的大小 以現在的國際標準來講 如果是在健康檢查中發現 小於0.7公分以下的腦動脈瘤 其實是可以定期追蹤就好了 每年追蹤如果它沒什麼變化 其實就可以不用理它 像我父親本身也有一個0.3公分 那現在已經發現三年了 但是就是每年追蹤檢查 沒有變大就不用處理 那它會縮小嗎 有辦法讓它縮小嗎 不會 沒有辦法 是 飲食啊或是什麼 吃保健品啊 吃藥沒辦法 它很像說你長出一棵樹來 它頂多不要繼續長而已 你很難讓它說 這棵樹長出來了 突然間就越長越小 不太會 不太會 但是小於0.7公分 是可以做觀察的 那小於0.7公分 它危險性就小很多很多嗎 對就小很多 是 它即便 如果真的不幸爆開的話 也不會有什麼生命危險嗎 不能這樣講 只能說它爆開的機率比較小 哦 OK 好 那所以腦動脈瘤 也可以 那個泡泡很大很大嗎 很大很大 有 我們有看過 可以到幾公分啊 有看過 兩公分 三公分以上的都有 那這個就要即刻做處理了嗎 一般還是要看 一般來講 大於0.7公分以上 我們就是會建議要做處理 免得它下次 如果造成破裂的話 這個就會引發很大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些傷害 OK 那它長的位置也會影響到它怎麼處理方法的方式 沒錯 一般來講 我們現在處理腦動脈瘤 最主要有開刀 還有做栓塞 這兩種方式 那選擇哪一種方式 最主要是要看這種動脈瘤 它本身的大小啦 形狀所在的位置 然後去做綜合性的評估 OK 好 那有那種位置是都不能做處理的嗎 以目前來講比較少 但是不能說完全沒有 是 OK 好 所以它如果需要動手術的話 它的這種 嗯 術後的狀況應該是 是還蠻好去照顧的嘛 是啊 沒錯 但是它頭部會有一個疤是不是 對 那以現在的開刀來講 真的用開刀處理方式的話 我們的傷口會盡量是在有長頭髮的地方 OK 所以後續頭髮長出來 其實就會遮住那個疤了 是可以遮住的 哦 明白 嗯 好 那有一些這個動脈瘤的位置哦 就是剛才主任提到說會影響到一些腦部的功能 例如說它可能視力啊 是 或有的人是不是嗅覺 或他的個性會改變 呃 都有可能嗎 以動脈瘤來講 哦 其實比就不會 哦 因為它其實大小不會搭到那麼多 哦 那有一些是會造成視覺 嗅覺比就不會了 哦 那就是說個性的改變 基本上也比就不會 哦 是 但是它有可能是視覺的模糊 對 嗯 哦 好 所以 呃 我覺得定期做檢查還是必要的 對 是最重要 是最重要 那當然日常生活當中的 所有的疾病 醫生最後都還是會提醒我們 對不對 要有良好的飲食啊 是 那有沒有什麼樣子的飲食建議 是提供給這個 所有的聽眾朋友 健康 哈哈 預防散膏 其實一般來講 飲食最重要 其實跟很多疾病都有關係 最重要就是少鹽 哦 就不要吃太鹹 因為吃太鹹會容易讓血壓變高 那少油 哦 就是能夠降低我們的膽固醇 然後讓血管的彈性比較好一點 然後血也比較不會那麼稠 哦 那另外一個就是比較低熱量 嗯哼 那現在 呃 我們也會建議就是說 我們在攝取的時候 纖維一定要夠 嗯 哦 尤其就是說 在冬天 水分不夠 纖維不夠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上廁所會比較用力 哦 上廁所比較用力的時候 如果你又有高血壓 這個時候 有時候就會引發初血性的中風 哦 因為它太用力了 對 沒錯 收縮 對 我們在用力的時候 血壓是會上升的 嗯 那另外有些人 嗯 我們會建議就是 多攝取深海漁油 Omega 3 哦 因為Omega 3 它這個成分 它是可以降低我們的血壓 哦 另外在食用油方面 嗯 盡量選擇不飽和脂肪酸的油 嗯 比如說像橄欖油 嗯 那這個可以降低我們的膽固醇 要選好油 對要選好油 嗯 那但是 呃有一點也是很需要注意的 因為我們東方人 我們的主菜的習慣 會煎炒炸 嗯 那每一種油它有適合它的溫度 所以並不是說聽到這個 哇 我不管怎麼樣的料理 我都用橄欖油 嗯 這個是很重要 很重要 那當然運動也很重要 運動當然重要囉 對 因為 因為呃 這個 許主任 其實 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我剛才跟他講說 醫生都很過勞 尤其是 又又擔任 這個行政職主任 他們又要教學 又要做研究 吼 還有臨床 所以 非常辛苦 所以 主任 你應該是有運動吧 呃 其實之前斷斷續續有運動 那沒有很規律 但是我去年年初 我去驗了膽固醇 超標了 雖然只超標了一點點 開始就嚇到了 因為你很瘦欸 是 所以 我一開始 我也不覺得自己會有膽固醇過高的問題 其實我不瞞醫生說 因為我一直就是 呃 就維持著 都在50公斤以下 可是我居然喔 兩個月以前 我的壞膽固醇 多了 壹 多了 壹 警訊出現了 變成紅字 是 當他從黑字變成紅字的時候 就要小心了 可是我想說 怎麼可能 我吃的這麼清淡 雖然有時候偶爾會偷吃一下薯條 可是 比率也蠻低的 所以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體 這個是很重要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回來 我們等一下再來訪問 林可偶藏根醫院 老神經外科主任 徐峰偉主任 馬上回來喔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 POP最正點 好 10點53分 我們這一小時節目的最後一段 我們今天訪問到的是 林可偶藏根醫院 腦神經外科主任 徐鵬偉主任 好 那我發現很多的這個朋友 就是遵照醫主這件事情 就沒有辦法很落實 像我有時候也會這樣 就是好像覺得說 藥吃多不好 然後醫生叫我們乖乖吃 尤其是如果你有三高的話 遵照醫主這件事情 為什麼那麼重要啊 最主要是說 如果沒有按照時間去服藥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的血壓就會高高低低 因為我們的血壓它不會是24小時都維持在同一個情況下 所以它有時候會高 你沒有遵循這醫主服藥 當它一旦高得太高的時候 就會造成中風的這種發生的危險性 嗯 OK 所以遵循醫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當然也知道說 很多人會擔心藥吃多了 是不是對肝臟不好 對腎臟不好 那其實當你擔心對肝臟不好 對腎臟不好 這種比較慢性的問題的時候 卻沒有想過 我們很有可能遇到的就馬上會發生中風的問題 嗯哼哼哼 所以 這些藥物不是不能減 而是要看你實際的狀況 如果我們配合了運動 飲食真的血壓降下來的時候 醫生也會按照你身體的狀況 去把藥量慢慢的把它調降下來 所以你如果加上運動 跟加上飲食的控制 的確是 很有機會可以把藥量減低的 那有可能三高的朋友 到最後是不用吃藥的嗎 有可能啊 有可能 如果就是說你的三高狀況都不是太嚴重 你可以調整你的生活習慣 然後可以注意飲食 可以注意運動 其實有一部分的病人是可以不用 不用吃藥的 就是主要是要管住我們的嘴巴 你吃了什麼你就會變什麼 所以我們還是要在飲食的烹調方面 在食材的選擇 那其實營養師都告訴我們說要吃食物的原型 不要吃加工食片 蒸煮的比較好 對沒錯 那也有聽眾朋友想要問那個 保健品會需要加入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嗎 那這部分主要你怎麼看 應該是說保健品 它有一些是有功效的 但是哪一家的保健品 什麼樣的保健藥品 畢竟它不像藥物 對 在我們醫生的立場 我們是覺得最重要還是藥物的遵循 那至於保健品還是要看 對要聽就是這些專家 他們的建議看是什麼樣 我們其實在節目當中也提醒很多的爸爸媽媽或是一些長輩 就是說他吃的保健品跟他服用的某些藥物 可能會有招呼作用 這個要小心 可能也是可以找嘉醫科的醫生 可以讓他們稍微評估一下 你是不是需要吃這麼多的保健品 如果說你平常吃的藥量已經有一定的話 所以健康的習慣還是最重要 好 今天非常謝謝林侯長哥醫院 腦神經外科的主任徐鵬衛主任 來到節目當中跟我們做這麼詳細的味道 謝謝 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都健康平安 接下來兩個小時鎖定光景節的Pub搶線報 明天見囉